烏军强势反攻 屡获胜利 夺回东部战略重镇 美国牵头对烏军援 票过国会审批 拜登第二次使用 总统动用资金授权 卫星捕获俄罗斯 比尔戈罗德号核勤艇 现身北极海域 外媒推测可能测试 海神超级鱼雷 俄罗斯修正部分动员令 重整力量 现在的强力量 比较超过200万人 欧盟不满天然气断供 推出第八套制裁俄罗斯方案 已经使用力量作用 任何美国的计划 任何谈计 我们试图要保护我们的国家 这都无缺 祝福福克兰 乌克兰拟向联合国递交草案 开价3000亿美元 要求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 看一方安宁 和平的代价究竟会是什么 多元事件立体观察 大家好 我是李伟 欢迎来到空间观测 美国和俄罗斯会爆发核战吗 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 搞了公投 这些地区对乌克兰的经济 有多大的影响 这就是我们的今天观察 我们看看今天的标题 美国战略重点正在发生转移吗 是不是从太平洋转到大西洋呢 人类是否正在面临核战的危险 公投四地入俄 乌克兰的损失有多少 那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核战的可能性 第一个我们的卫星盯住了美国的航母 只要有核战可能发生的地区 美国的航母就特别的活跃 我们现在看见美国最先进的航母福德号 注意福德号是目前人类第一个 用电磁弹射飞机的航母 第一个 第一个 它现在复役居然在哪复役呢 在大西洋复役 大西洋 这就是大西洋 那么上面是纽约了 这是纽约 下面是佛罗里达州 它是在维基尼亚 维基尼亚在 我们现在的卫星呢 把这个航母发现了 福德号 所以福德号部署在大西洋 是不是暗示一个信号 美国的重点又回到了大西洋呢 因为它原来在大西洋 我们在大西洋又发现了另外一艘航母 这个航母在这个地方 在哪呢 在纽约 纽约我们可以把它放大 已经就通过这个光学方式放大 这是另外一艘航母也在大西洋 但是特别奇怪 这个不是美国的航母 这是谁的呢 这是英国皇家海军的 伊丽莎白号的航母 它也在大西洋 Atlantic 这是干什么 难道要转移正地吗 还有一艘航母 叫什么呢 布什号 布什号航母在哪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意大利 这是意大利 这边就是黑山 和过去的南斯拉夫那个地方 那么它在这个位置 其实跟大西洋是连着的 大家知道地中海和大西洋是通的 这整个是从南边来 对这个欧洲形成包围 那边是从西边 这个就是这个布什号 另外它的位置 我们看9月30号 它也在这个同样的区域 到10月1号 它还在这个水域 就是没有回港休息 另外一艘航母在亚洲 里根号 里根号我们一直盯着它 它没有乱跑 看见没有 这是10月2号 里根号就在日本的附近 日本的附近 那么到了这个10月5号 它跑到了这个位置 这里根号航母 所以它的航母的动作 现在我们捕捉它这么几条 最少美国的三个 英国的一个 除此以外呢 它的飞机也特别活跃 我们现在盯着美国的运输机 美国的运输机 从美国本土出发 穿过大西洋 运到哪呢 运到了波兰和乌克兰 整个到乌克兰的物资 全是通过波兰 或者是直接到乌克兰 所以它的运输也很忙 为什么这么忙呢 因为乌克兰刚刚打了一个胜仗 这个胜仗就是著名的 红利曼 也有人叫利曼战役 这个战役呢 是乌克兰调动了三倍到十倍的兵力 从三个方向来准备围剿 红利曼的俄罗斯军队 那么准备把这个部队在哪见面呢 准备在这个方向见面 所以它从三个方向来围攻 兵力呢 有人说是三倍 有人说是十倍 肯定是大兵力围剿 所以俄罗斯呢 只能是俄军紧急撤退 在它撤退的过程中呢 乌军也在追它 但是在作战以前呢 俄罗斯的报纸一直在报道说 要调一个军 从南方调上来 对乌军进行反包围 但现在发现呢 并不是一个军 而是调上了一个家乡团 这个团呢 守在这个科里米纳地区 科里米纳地区 就是防范乌军追下去 然后把撤退回来的部队呢 就保留下来 在这个位置 那么这是一个最新的战局图 这个战局图的位置在哪 我们看 从这个图可以看得很清楚 是在乌克兰非常靠近 俄罗斯边境的地区 这就是红利曼 那么在这回进攻的过程中呢 乌克兰发现一个问题 它的主攻坦克 主战坦克不够 它的前面的部队呢 主要是靠装甲车来带队的 那么装甲车带队呢 就有问题 所以它现在基金向西方要 主战坦克 现在想要美国的M1主战坦克 这美国的M1主战坦克 也想要谁呢 要德国的鲍尔坦克 现在美国和德国 都明确地拒绝了乌克兰要求 这让人感到非常奇怪 你明明是帮乌克兰打仗 你为什么又拒绝它的要求呢 美国说这个理由很简单 就是我怕这个武器啊 被俄罗斯给搅去了 俄罗斯拿到这个武器 我们有好多先进的火控系统 光线系统 电子系统啊 还有战场指挥系统 你这个俄军拿走以后 我们的军事秘密就泄露了 所以不愿意给乌克兰 那为什么美国有这个理由呢 现在原来乌克兰缴获了 俄罗斯的先进的主战坦克 叫什么 T90M 就是这个坦克 T90M这是被乌克兰俘虏的 这个俄罗斯的坦克 而这个造价呢 一个坦克车的造价是 450万英镑 非常的贵啊 而且现在美国人要把 每一个螺丝都拧开 每个部件都要打开 看看俄罗斯的坦克 先进在什么地方 虽然西方不给乌克兰武器 但是呢 土耳其给 土耳其给什么呢 我给你建造一个护卫舰 建造了一个护卫舰 这是土耳其给乌克兰制造的 而且是乌克兰的第一夫人呢 参加了出席这个检采典礼 这个与此同时 还有个特有趣的说 乌克兰方面说呢 土耳其对我们特别好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跟土耳其要防弹衣 防弹衣不给他 就土耳其不给俄罗斯防弹衣 说防弹衣可能赚钱少吧 于是呢 这个乌克兰就非常高兴 把这个消息给散出来 那么 再就是土耳其在这个问题上 赚了不少钱 但是全世界最关心的 还是什么呢 就是船 俄罗斯将要测试末日鱼雷 它要用这个动力 核动力的潜体 发射这枚 叫海神的核鱼雷 这个核鱼雷不仅仅弹头 是核弹头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更重要它的动力 也是核动力 就这个鱼雷发射出去 它还能走 能走多远呢 能走很远很远的路 那么具体的技术细节呢 我们先跟网友说完话 再给大家介绍啊 现在有一个网友说 俄军最近要测试 波赛东和鱼雷 为什么感觉很神秘 和鱼雷冷战时候就有 为什么波赛东会觊予厚望 因为这个核鱼雷啊 也不是别的国家都有 这是俄罗斯的独创啊 它独创的威力有多大呢 我们必须要解释 大家就看明白了啊 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东西是多恐惧啊 我们先说这个潜艇啊 这个潜艇已经被发现了 因为这个潜艇 它一不在水面 大家都着急 就怀疑它去射那个鱼雷 但是呢 现在我们的卫星捕捉到它了 它的位置在呢 在俄罗斯的北部地区啊 俄罗斯北部地区 而且它浮出了水面 只要它浮出水面 就保证它不是在射鱼雷啊 因为大家知道 它射导弹 可以在水面射 但鱼雷一定要在水底下射啊 那么这捕捉到它了啊 在大家喘了一口气 这是我们的卫星 信号是10月5号的 那么这个鱼雷啊 首先说它的这个潜艇啊 它这个潜艇本身是核动力的啊 核动力的 核动力潜艇 这样它不需要上来加油 非常方便 但是最恐惧的 是它这个海神的啊 这个鱼雷 这个鱼雷本身呢 是有动力的 我们看看这个鱼雷的结构啊 鱼雷本身 它是有核动力的 它自己可以走 走多远呢 走一万公里 你想能走一万公里 比一般的军舰都走得远啊 关键它自己有个核弹 这个核弹呢 是爆炸的威力有多大呢 一亿吨啊 听一听当量的 这个核弹头 所以它的爆炸威力非常大 可以产生500米高的巨浪 所以它通过污染的海水 通过海啸 就可以把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淹冒掉 而且这个污染呢 长达一百年不散掉 所以一百年内呢 这个城市不能住人 瓜哥回来 我们继续 好 我们继续啊 如果发生核武怎么办 现在纽约市政府 已经向市民发通知 怎么预防防核武的一些科普知识 怎么防止核辐射 现在在乌克兰地区 在吉普呢 已经开始发射抗辐射的药 包括在核电带附近呢 也在发 发什么 发点片 因为这个点片呢 可以防止皮肤呢 快速地吸收核辐射 有了点片呢 可以抗拒一些核辐射啊 有 另外呢 既然防核武 我们就要观察 可能忍核武的飞机 他们的动态怎么样 我们现在看一个飞机场啊 这个飞机场在这个位置 在芬兰边境附近 这是俄罗斯的飞机场 这个飞机场在 8月12号的时候 这一架飞机都没有啊 到了8月21号 我们就发现有四架突160战略轰炸机 这都是抨击式的 然后到了这个9月25号呢 我们发现有三架突95和三架突160 都是战略轰炸机 这些飞机 轰炸机就可以带原子弹 带核武器的 所以我们盯住它 关键它的位置特别重要 我们看它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 这是刚才我们的卫星图 它离边境啊 只有180公里 180公里 注意啊 这是谁 这是芬兰和它的边境 芬兰跟俄罗斯的边境 有上千公里啊 所以这个芬兰也是很紧张 不过有坏消息就有好消息 现在呢 美国和俄罗斯重启红色电话 所谓的红色电话呢 就是说一个热线 比方说 我报告你 你是美国吗 美国核战指挥部吗 我报告你个消息 半个小时前 我给你发了个核弹 你们收到了没有 喂 喂 没人接电话 这就电话打晚了不行 要不正发的时候打 或者是发以前打 你得提前打 打晚了 对面就没人了 所以呢 我们看看网友有提问啊 加州今天独立了吗 问啊 虽然西方表态 未发现俄罗斯准备使用核武 那在假设战局僵持不下 俄军动用核武的概率有多大 会对世界的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如果俄罗斯打的没有弹药了 或者他打了败仗了 或者重大的失败 我想俄罗斯可能会使用核武 但注意使用核武的方向是呢 是在乌克兰使用核武 还是对美国使用核武 这取决于美国介入的程度有多少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核武的具体的数量啊 我们原来跟大家讲过 有战术核武战略核武啊 战术核武和战略核武的打击目标变样 但战术核武呢 主要是打一个具体的军事目标 战略核武呢 是打击人心的啊 我把你手都炸了 你人心散了 对啊 所以它的爆炸威力呢 一般人认为是 5万当量TNT的这个当量的 5万以上是战略 5万以下是战术 但也有的战术呢 是超过5万的 我们看看俄罗斯的战术核武有多少 有1830枚 战略核武有2565枚 但储备的核弹头啊 就没有装在这个火箭上的 是放在库里的核弹头 还有2889枚 总共是7454枚 美国的战术核武器比较少 只有223枚 战略核武器多一点啊 3508枚 那么仓库里还放了1964枚 那么它的运载工具不一样啊 因为北约美国的核武呢 主要是靠飞机来运输的啊 什么F-16 F-35都可以带 可以带多少呢 230枚的战术核弹头 那么俄罗斯就比较热闹了啊 俄罗斯有这个飞机带的 军舰带的啊 这个陆军带的 还有特种兵带的 一共有1830枚 那么各种颜色是代表的 各种啊 海陆空各种部队的 啊 窄的这个核弹头 那么给大家科普一个爆炸的 威力有多大 很多人没有见过核弹啊 啊 那么少数人见过 但是大多数人见过手榴弹 手榴弹爆炸的高度是2米 反坦克地雷爆炸的高度是10米啊 就5倍于它了 而且可以炸回一栋楼 啊 这个巡航导弹的爆炸 那高度呢 大约是100米 那么大型的空爆炸弹啊 航空炸弹呢 高度是300米 基本上就是杀伤的半径啊 杀伤半径也差不多这么大 另外中子炸弹啊 爆炸的高度就900米 最爱中子炸弹已经是一种战术核武 那我们看看核武的爆炸高度有多大啊 啊 这个美国像日本扔的两颗原子弹呢 爆炸高度一个是6公里 一个是8公里 啊 那么我们一般乘民航飞机飞呢 都是这个高度啊 这个高度一万公里高一点 啊 那么现在呢 美国现在装备部队最大的 这个B-823啊 正进行战备执行的这个核弹呢 它的爆炸高度呢 是25公里 那么现在俄罗斯啊 也是原来苏联搞的最大的轻弹啊 它叫黄 沙黄炸弹 沙黄炸弹的爆炸高度呢 接近啊 60公里啊 60公里 你想想这个飞机 我们一般做民航飞机呢 飞的高度呢 大约是这么个情况啊 啊 这就是核弹的威力 那么到底核弹打起来会什么样呢 这两天呢 美国的科学家呢 做了一个模拟图 模拟美国和俄罗斯核战 开始以后的情况 注意 蓝颜色是美国的 红颜色是俄罗斯的 那么从这个作战的情况来讲 美国模拟的是美国先发制人 然后俄罗斯后发制人 发制的45分钟内 全美俄有310万人上身 那么几小时内呢 有超过这个9千万人 9千万人上网 那么有核武能不能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能不能花钱来买一个和平呢 有人说那可以啊 咱们花3美元买一个和平 3美元怎么买和平呢 3.3美元 这数怎么来的呢 我们看看这个和平怎么算来的啊 有个算数是根据一个新闻来的 就是泽连斯基向俄罗斯提出 3千亿美元的战争赔偿 战争是人家赔我钱 他为什么提这个3千亿呢 大家知道美国现在扣了 俄罗斯的钱就有3千多亿美元 所以泽连斯基说那你甭给俄罗斯了 你干脆还我作为战争赔款吧 而且他要向联大提交草案 那么俄罗斯呢 在乌克兰地区有四个地方公投 由于公投这些都愿意归属俄罗斯 那俄罗斯的领土 广这四个地方呢 就拿回了多少土地呢 拿回了9万平方公里 大家知道 一平方公里是100万平方米 那么4 这个3千亿美元 除以9万平方公里 就换出来 算出来一平方米是多少钱 一平方米多少钱呢 你算一下 拿计算器打打 3.3美元 假如3.3美元换回和平的代价是什么 是乌克兰不要这四块地方了 放弃了 但是我要这三千亿美元 那么俄罗斯呢 不要那三千亿美元了 他要这块地方 那么这就出现一个问题 这个地方啊 到底值多少钱 那么值多少钱 我们后面会算 但是呢 更有趣的是 这块地方 这个普京还拿回来个东西 拿回来个什么东西呢 拿回来 扎波罗勒核电站 也列入到俄罗斯的资产 所以这是到底 这块地方值多少钱 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乌克兰四地公投入俄 以超过85%的支持率 暂高于段落 占据乌克兰总面积近15% 作用部分黑土区 重要电站与工业重镇 这四地又将如何影响 俄乌双方在新势力版图上的较量 赫尔松地区黑土肥沃 西内拥有200万公顷农业用地 可跟地面积占乌克兰第一 顿巴斯地区煤钢产业生产 占权乌克兰三分之一 扎波罗热则能够供应乌克兰25%的电力 有分析认为 日后这些地方的产业 不仅可以通过合力配置资源实现共生 还能够支援克里米亚 以及为俄控制的亚苏海 开拓新的贸易渠道 但无论农业还是工业 获得丰厚回报的前提是 反观乌克兰不仅失去大面积土地 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最新报告 由于港口封锁 生产设施破坏 以及出口限制 导致其两大类出口产品 农产品和半成品铁的出口收入 较战前减半 乌克兰经济部9月公开数据显示 今年第二季度乌克兰GDP 同比下降37.2% 近月由于双方占领面积区域稳定 且乌军反攻失胜 分析认为 有希望尽快在未占领地区重启经济活动 此外 港口粮食出口的恢复 以及充足的外部融资 也为未来经济活动开展释放积极信号 乌克兰经济部日前表示 其与欧盟的贸易实际已经恢复 今年三个季度对欧盟的出口 甚至比去年同一时期 还要高出几个百分点 我们看一下乌克兰这四个地区 它的经济作用有多大 首先看这个蓝颜色和是冬季作物 黄颜色是夏季作物 而这个地区 22%的农田在这个地区 乌克兰的 另外28%的冬季作物在这个地区 主要是玉米 小麦也不少 另外是工业部分 看见没有 工业部分主要在这两 主要在这个地区 这有一点点 大多数的工业地区 工业都在这个部分 另外是矿产业 矿产业颜色越重 它的矿产的量越大 那么整个乌克兰 矿产业也都在这块 所以你看从经济上 无论从粮食各方面都在这边 那么整个这个地区的乱局 也跟乌克兰乱局有关系 你看现在 这个北西的管道出问题 挪威的海底电缆也断了 看见没有海底电缆断了 是不是都跟这个战争有关系呢 我们的这个卫星也发现了 美国也很热闹 美国在10月5号派一个飞机 跑在这个管道 这就是北溪 北溪那个系列的管道线上 他到这来检查 那么北溪2号现在有个新情况 北溪2号 现在有两个管道 最好 北溪1号2号都各有两个管道 现在一共是三个管道出问题 这些的北溪2号的 还有个管道通的 现在呢 俄罗斯告诉乌克兰 告诉这个德国 说我现在的北溪2号 还有个管道通的 如果你要愿意的话呢 你把阀门打开 我就给你攻击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呢 那你继续关的阀门 现在德国着急了 为什么德国着急呢 你注意到没有 德国的经济部长昨天说了 说美国给我的液化 天然气太贵了 你对朋友怎么居然这样 他就没看美国的一个报告 美国的报告 这一轮就是要收拾你德国 如果德国垮了 欧盟就垮了 欧盟垮了 欧洲还敢团结起来 跟老大叫板吗 如果当年不是默克尔 跟老大叫板 还有谁敢跟默克尔 还给跟美国叫板 所以德国人 现在你应该明白什么意思 人家就是整你呢 但是看不看 你现在敢不敢 把发门打开 发门打开 北溪二号 有个管道是通的 你就有期了 而且俄罗斯 不仅告诉你德国 它也告诉全世界 我对谁都可以共济 现在俄罗斯同意恢复 对意大利天然气输气 那么很多人说意大利 意大利离得俄罗斯那么远 它怎么走呢 我们查到了这个管道 这个管道非常有趣 从俄罗斯境内出发 穿过黑海 然后到保加利亚 到了保加利亚 进入一个管道系列 有可能到奥地利这儿 调整还是怎么的 不管怎么样 这保加利亚 还有个输出的管道 经过希腊 通过希腊 再通过地中海 就进入到意大利 有这么一个管道 而且注意啊 这儿跟奥地利有关系 跟旋律也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中间的监管问题 解决了以后呢 现在俄罗斯 可以向意大利 供应天然气 我们讲这个和平和战争 和平就是很多人说 可以花四千亿 三千亿 一万亿 其实根本没有算 那个土地三块三毛钱 一平方米 下面有煤矿 上面有工厂 没有工厂 就种的麦子或者是玉米 你就没有算它的经济价值 这个经济价值 根本是不能简单地 拿几个美元 几千美元 几万美元换来的 因为它是 祖祖辈辈 世世代代地 不断地在产生GDP 倒过来一样 生命是无价的 既然是生命无价 你说花多少钱买你的命 没有人愿意拿命去换钱的 所以呢 和平是无价之宝 千万不要为了钱 丢了命 好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继续在空间观测 见 下周见 下周见 中文字幕 vocabulary 没经讨 command camerama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